我跟智宇有很多很精彩的片段 因為其實我們是第一天見面 然後我們就要重新 然後那一天出去 他穿我屁股抓了5、6、5次 他穿我屁股抓了5、6、5次 然後我就在想說 他是不是故意不會抓 然後導演還不來示範 然後北京導演跟電影導演都受不了 他們男生都在互抓給他看說 你知道要這樣抓嗎 抓的時候要扭一遍都幹嘛 然後後來副導就是女生 後來抓我屁股 然後我們就這樣各自輪流抓 我覺得抓了有上來 然後他還是抓不好 我就覺得他是不是刻意 因為我來往前來 我一定要抓你跟電影導演 我一次要寫真的 這就是潛規則 因為導演可能看到我之前有拍過寫真書 然後他又說 身材這麼好要不要弄一下 但是所以我們就有拍 我們有拍洗澡時 那在後面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 你在找看我洗澡的時候 你在吃香蕉嗎 我剛好 我剛好 導演是不是因為看了他的寫真集 而想要找他演這個角色 是的 OK 可以直接了嗎 沒有 沒有 因為我們之前就合作過一次 好 這有點怪怪的 好 沒有很輕 加不少 但是加更多 所以還可以 那個就對了 還有拍跟沒拍過 比如說他們 他們的吻戲是從客廳 從最遠到走到沙發 好 所以我覺得 其實有拍 但是 沒進去 沒有 導演是感受他自己現場的快樂 因為導演那個時候在拍的 導演的時候 可不可以來一點聲音聲 那我們兩個想說怎麼辦 可以給我點進去嗎 是的 我們做的日生會不會變進去 沒有還是有 但是他是給我 有給我一個他私人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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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